家裡的風水最重要的還是主人房 主人房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睡得舒舒服服對不對 但是如果要睡得舒服的話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做到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旁邊有什麼呢 這個就叫做一個書房 一個Laptop或者是Computer等等 千萬不要亂一定要整齊 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整齊 一定要記住 那麼電線這些電線都是代表壓力的意思 看到嗎 這些都是代表壓力的意思 所以一定要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 這樣才能夠帶來靈感 那麼因為它靠近床 所以我們要收拾得乾淨 而且還要收拾得非常的這個 我們說顏色這些還要很燦爛的感覺 那麼這些東西都不應該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千萬要記住 用了一定要把它給收好 或者把它放在底下 這樣才對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睡覺的方式 才不會讓我們覺得說 你是有那種驚醒的感覺 所以在風水學上 驚醒的感覺通常都是因為 它本身自己主人 或者男主人或者女主人 本身這個電器的東西過多 那麼才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所以一定要記住 在風水學上 你一定要把這些位置弄好了之後 還要把這些位置給收拾得乾乾淨淨 這樣才是正確的 那麼如果說你看到這個電器的話 如果大家注意看 這個電器或者是那些瘦身的東西 實在是一點都不少 所以如果你拉近這個距離來看的話 還蠻多的 所以這些一定要記住 因為它們有磁場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的話 就要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 這樣才是正確的 好 好